相信各位觀眾, 就對一蘭拉麵一點都不陌生 不知道一幻拉麵, 大家有試過嗎? 這間在窄房開過來的拉麵店, 就人氣非常猛 最近還開來屯門市中心, 真是開剩我那飯 既然你那麼猛, 我就來幫你試試到底你是福還是福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我, 泰利 今集是單身特輯, 一個人去吃午餐, 千萬不要錯過了 泰利單身狗吃午餐, EP1 接下來這個頻道, 會以以上三項的超真實評價去做題材 不想錯過任何真實資訊的你, 記得訂閱我, 按鈴鐺就最好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來到屯門市廣場的一幻拉麵 大家可以看到, 宣傳都很猛 我們來到門口, 已經排隊, 那時已經是兩點半 我等了六七位左右, 然後就到我了 我就單拖來吃, 片頭也有說 他們正在銷售屯門拉麵套餐 128, 有拉麵餃子和飲品 價錢上算可以, 同一欄相差不遠 是我在門口下單, 我下單的時候, 哥哥就迫我超極速點菜 這件事我就先扣分 因為我那時排到後面, 我就沒有人了 我就不問他為什麼要這麼急, 迫我快點點菜 他又不來收工 不過我不管他, 食物質素才是重點 就和大家看看裡面 一個人來吃的, 多數都是坐面壁師過的位置 看看看看, 裝修風格都相算可以 挺有日本風的 看到疫情之下, 也有很多人來吃飯 讓大家看看我叫了什麼 這張照片拍得不太清楚, 所以就告訴大家 我就叫了他的招牌蝦湯的拉麵 我就要原味和鹽味 加蔥, 定外了餃子 先來日式餃子 賣相就很漂亮 賣相就非常近日本吃的餃子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的皮就有點焦 我相信大家都在日本的拉麵店都吃過這隻餃子 配搭這個餃子汁, 就去吃 我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餃子的質素很一般 它的皮就煎得很焦 但是一點都不脆 餃子的餃子也是普通豬肉 沒有什麼驚喜, 或者會很難忘 樣子是漂亮的, 焦得很均勻 不過吃下去就真的差一點 就和大家進入主菜, 這個就是他們的招牌蝦湯拉麵 材料看到有紅色的一塊, 就是那些紅薑天婦羅 這個挺有趣的, 我覺得大家要叫魚來 對, 不用錢的加 還有例子, 蔥, 蛋, 還有叉燒 湯就有一點油膩, 不過我相信大家吃過日本拉麵都知道 拉麵湯會加牛油, 所以這也是預料之內 剛才跟大家提過, 它有紅薑天婦羅 這個已經是整碗麵我覺得最難忘的東西 它這個脆脆的口, 薑味又不是很濃, 非常推薦 麵的軟硬程度, 不像一蘭, 不可以選擇 不過我覺得它放得剛剛好, 比較適合後味 我自己喜歡正常偏硬 如果是偏軟的朋友, 可能就差一點 至於它的招牌湯底, 老實說, 不要罵我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一般 它的龍蝦湯味, 龍蝦味非常不夠出 令到麵都入不到味 你直接喝就可以喝出龍蝦湯味 但吃起來真的不太好 唐辛蛋就剛剛好 不會太熟, 也不會太生 這個要讚 叉燒也是日式薄叉 大家都知道, 通常拉麵店的重點 都不會是這塊叉燒 所以這塊叉燒也不太特別 差不多吃完的時候, 我有用羹喝的湯 它的湯是不錯的, 喝來講 但是真的喝不到味 我覺得拉麵和湯 這件事真的要老實說給大家 讓大家有心理準備 這裏是扣分的 如果大家吃完口乾就可以在這裡針水 我旁邊也有紙巾提光 這件事也是蠻細心的 這裏就是針水器 跟其他拉麵店一樣 會有些拉麵的商品 給大家買回家 那我就當然沒有買 價錢跟大家說過 128, 加一是141元 賣完單, 還有消毒洗手液送 上算窩心 總結 這間在窄房開的過江龍 名字真的很大 但是實際 我只是給他一個合格的分數 無論是食品 員工的服務態度 都是一難比較性 如果大家說我下街就是 一環 如果你想吃拉麵的話 這間一環 都是不太差的選擇 可以一戰 最後老規矩 為大家送上屯門分店的地址 好, 太利的單身RUNCH日記 第一集就大公告成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RUNCH地方 想我幫你試試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會去幫你試 大家不用害羞 儘管留言告訴我 好, 下期見 下期都應該是單身日記 拜拜